回到第四集的香港人手報用語 今集有 是不是很期待呢 廣東話 好來到第四集 上集的都記好都學好了 先公佈上集的問題答案 我想大家都答對了 事不宜遲開始今集的五個用語 機的用法 將東西摘出去的動作 但是摘字呢 取代不了釘字 不過那個摘字 我們仍然會用在其他情況上 例如摘色仔 如果是釘色仔就變成這樣 釘 丟 丟 其實都好似 不過釘沒有丟氣的意思 著重的是力的表現 釘石 那個人被石子釘死了 機的用法 用工具向前捅 向前伸的動作 香港人都會常用 捅和伸這個動詞 信不信我會對你 對前一點 好 的的用法 拿起的動作 上次提過 抽和稱這兩個動詞 而其實今次的的用法都相似 不過抽著重的是 穩住物體的狀態 而稱比較上是力的表現去稱起 而的比較上是拿起的東西 維持的時間比較短 以上所述 只是墊下對該字的感覺 大家可能有其他想法 喂 滴走去 滴氣心肝 我滴氣心肝要教好廣東話 的用法 一 觸碰的狀態 書面語會寫成碰 但是口語的時候 我們一般不會用碰字 你來看看這兩顆色有沒有碰 的用法 一 二 摸的動作 摸和碰一般可以互換 但是碰所維持的時間比較短 可不可以碰一下 都ok的 可不可以摸一下 喂 摸夠沒有 按的用法 按壓的動作 按字聽上去不地道 不是一個地道的用法 按鍵 按淺 按住這裡 問題時間 以下問題 括號裡面應該配上什麼動詞呢 知道的請在留言的地方留下你的答案 下集揭曉 入實驗室 緊急掣 走它 不要在這裡睹眼睹鼻 今集先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可以滴起心肝 學好廣東話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再見 影片先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多給我讚和分享出去 教你一件事 這件事是你一定必定必要做的事 就是訂閱啦 記得按鈴鐺 你要按了鈴鐺 才能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在這三個地方 可以收到地下日常的分享 旁邊這裡有我推薦的影片 想看上面還是下面 兩套都有興趣很難選擇 直接按鈴鐺